仓鼠的磨牙 其实不是靠树枝 或者说石头 或者之类的去磨牙 它是靠不断的进食 不断的去啃食东西 来达到一个磨牙的目的 在野外 一般仓鼠都是通过不断的挖坑 或者不断的获取食物 剥离食物 来达到一个让它的门尺 不断的磨损的一个目的 但是在人工饲养 我们完全取代了 或者说剥离了 它这个动作的 所需要的时间 或者所需要的磨损度 你是提供不了的 那不是说你从路边 随便撇一个树枝 就可以给到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树枝上 都会有一些昆虫 或者有一些寄生虫的存在 甚至还会有一些农药的存在 这种时候 你如果盲目的给它 很容易会造成一个中毒 或者金融的感染 等等一类的问题 所以说不是你随便 摆一个树枝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磨牙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就是 树枝并不能完全的达到 磨牙的一个目的或者效果 很多时候都要配合 比如说墨鱼果 比如说磨石块 等等一类的东西 综合起来 来达到一个磨牙的效果 本质上面呢 我们一般都建议 吃一些比较硬质的食物 包括一些补钙的东西 来去帮助它磨死牙齿 最后的结论就是 仓鼠并不能随便摆一个树枝 就给它去打到磨牙的一个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磨牙的一个优奏 或者赞 转发 打磨牙的一个优奏 可以看出的吗 我们要先别看出的